中午不睡,下午崩溃,吃了午饭的山西人基本都处于微醺状态,山西的午睡文化甚至还体现在不午睡小孩挨的鼻痘里,如果没有抖音,山西人这辈子都不会知道其他地方竟然没有午休。 皇城相府景区为了让游客深度体验山西午睡文化,竟然贴心地准备了躺椅,中午一晚刀削面配烤牢牢,碳水配碳水,神仙来了都晕碳,吃完惬意地躺在这座古老建筑的阴凉下,吹着太行山庇佑下的阵阵凉风,深度感受山西人反内卷的午睡文化。 皇城相府作为康熙帝师陈廷镜的祖宅,其规模相当于乔家大院的酒杯,康熙曾两次下榻此地,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宅,是一处罕见的明清两代城堡式住宅建筑群,同时也是电视剧《康熙王朝》的趋景地。 转类了,还可以在陈道明老师那梁的百年十六树下斜斜角,感受这份源自历史沉淀的宁静与松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